孩子是天真的 他干那个事 大人眼里边看着 是非常非常好玩的 不管他干的有多么过 大人不会跟他计较 就跟我儿子似的 他是郭老师的徒弟 郭老师楼上楼下两台电脑 楼上那台基本上不让别人动 都是他的资料 查资料什么的 他写东西 楼下那台是孩子们玩的 他老跟着师傅 他孩子也知道谁对他好 跟着师傅 师傅我想玩游戏 我想玩这电脑 郭德纲就说 哎呀孩子 那个你上楼下了 这个是师傅写作用的 里边搁的都是资料 你再别给弄坏了 他跟着看着 运气 你玩吧 一会电脑炸了就炸死你 这郭德纲给气的 没辙没辙的 你郭德纲有个坏习惯 有个坏毛病 睡懒觉 这可能熟悉的人都知道 每天早上 甭说早上了 到中午吃饭 不叫他 他都不带起的 所有人都知道这毛病 你看我们每次拍戏 演出啊 包括录节目 基本都是下午两三点钟 才录 上午他起不来 谁还不敢叫他 脾气还大 谁叫他跟谁急 我儿子到那不知道啊 早上起来 七点多钟 就推师傅师娘门去了 推 嘿 他们都起了 你差不多了啊 该起 人家有什么办法 孩子没法跟他置气 这个呢 还得哄 咪咪咪咪咪 起来了 把孩子抱的洗脸池旁边 来吧 师父给你洗脸 对他特别好 他那跟没理他一样 师父 你知道吗 我昨天做了一梦 我还说你梦见什么了 我梦见 我梦见肯德基了 视频前的你 如果在男性持久力 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 358163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 延时20到40分钟 补肾壮阳 延时助伯 增强夫妻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 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 358163379 孩子 没关系 想吃什么就跟你师父说 师父就给买去 还甭说你梦见 你就是没梦见 师父也得给你买 我儿子就说了 师父 我还没梦见买当劳呢 所以说孩子呢 是天真的 这个每个人 都不会跟孩子较劲 他这话 你要放大人身上 那准打起来 你甭说大人了 你两口子之间 你要这么说话 那